中俄借江黑龙江国际冰球友谊赛于1月19日在中俄借江黑龙江上开赛 来自中俄两国的600多人观看了比赛 这是两国继2017年首届中俄借江黑龙江国际冰球友谊赛后 双方冰球队第三次在借江上交锋 此次比赛分为中俄儿童、中俄青年两组进行 先后分四个赛段展开角逐 经过激烈比拼 俄罗斯代表队在儿童组比赛中以2比0赢格比赛 青年组比赛则是1比1平均 据了解 早在1958年 黑龙江省与阿末尔州冰球队 就曾在布拉格维深斯科市举办过 国际冰球友谊赛 近年来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 中国冰雪运动的氛围越来越浓 中俄两国在冬季运动项目的合作与交流 也日趋频繁 在中俄戒间上举办中俄青少年冰球国际邀请赛 能够有一种象征意义 这种象征意义就代表着中俄两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友谊 能够渊源流长 能够在我们这代和我们下一代能够传承下去 据了解 此次借疆冰球友谊赛结束后 中方冰球代表队将参加1月20日至21日 在俄罗斯阿姆尔州举行的2019国际儿童和青少年冰球友谊赛